你好,我是昆仑刘石,咱们接着讲啊,这草原孤狼汉匪瓦剌的故事 前文书咱们讲了一个草原上的爱情故事 这段发生在蒙古草原上的爱情故事是很传奇的 跨越了年龄啊,以及阶级 33岁的满都海彻臣成了寡妇了 是这草原上最富有的女人 为什么呀?因为这寡妇特别 她是大韩他们家的寡妇 这大韩丈夫一死,草原上各个有钱的领主都盯上这寡妇了 倒不是因为满都海有多美色 那是因为呀,如果谁娶了满都海 就能继承大韩这些家业 而且呀,最吸引人的还不是这份家业 那完全有可能继任成为大韩 反正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 这是人家草原法则 咱们也没有必要深空 我非得把它搞明白 那这些个王爷呀 那大车小亮的望人家满都海家拉银子 为什么?求婚的聘礼呀 这满都海呀,全拒绝了 眼皮家都不家一下 人家只想找一个正经的黄金家族 正经的博尔之金忽必烈家的后人不好找 因为几乎这一只子被瓦剌部的野仙杀干净了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着一个 可是啊,有点小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找着这个忽必烈的后人呢 不但是个小流浪汉 而且呀,还有病 最为关键的是这位黄金家族啊 七岁 不管怎么着 这满都海车臣呢 为了荣誉 为了家族 还是和这个七岁的巴图猛客结了婚 这巴图猛客呀 就是后来的一代草原雄主达严寒 达严寒呢 十六岁亲政 十七岁的时候 正式娶了这位准新娘满都海 一个十七 一个四十二 那么说这段婚姻 他有爱情吗? 没爱情 人家八个孩子怎么生呢? 我觉得这段婚姻呢 不能只简单的 用政治婚姻这个词来形容 这满都海呀 不但是达严寒的爱人 是妻子 并且呀 也是政治生活 以及军事上的老师 这二人协力统一了东蒙古 并且呀 把东蒙古分成了无数的部落 自己的这一大串儿子们呀 就成了这些部落的领主 不但如此啊 这壤内也得安外 把这个西蒙古一顿垮抽 西蒙古是谁呀? 瓦剌呀 这会儿瓦剌 无论是国运 还是这个势力呀 都下降了 再也不是这个托欢呢 这个野仙呢 那会儿 东征西讨的 说抽谁就抽谁了 野仙呢 做了大汗没几天 死了 被自己的部下 阿拉之愿弄死了 不怨人家这个部下 怨这个野仙活租 杀人太多 失了民心了 这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这野仙死后啊 自己的弟弟 伯恩天摩尔 和这个阿拉之愿 两个人无奈联手 也没能把这个赶大旗扛起来 让这个瓦剌再创辉煌 那最后 只有等一个横主回来了 谁呀 这野仙的二儿子 卧师天摩尔 就是奉了野仙之命 去西征中亚的那个儿子 这卧师天摩尔啊 虽然有个雄主的样 可是啊 他再也不敢撑寒了 他觉得自个儿的爹 就是因为啊 称了大汗 违反了非黄金家族 不能称汗的这条草原禁令 所以才招致了长生天 降下了灾祸 这野仙呢 早早班班的就死了 所以说呢 他还自称太师 实际上呢 像人家主流的东蒙古这边啊 像什么太师啊 太夫这些官啊 早就被那个有见识 达阎寒两口子给废了 人家恢复了草原上简单的官制 把这个权力啊 又集中在大汗和各方领主的身上了 看来啊 这手腕再强硬的 卧师天摩 也没施法呀 能斗过达阎寒和这个满都海车臣 这两口子 这凸尾巴狗瓦剌呀 算是让达阎寒给打服了 这瓦剌呀 像东蒙古称臣 东蒙古的达阎寒 给瓦剌下了一条 非常具有侮辱性的禁令 像什么房屋不能称殿 窥鹰不能过四指 这都好理解 奴才嘛 你不能跟主子一样啊 可是啊 还有更不好理解的 就是吃肉啊 不能用刀割 只能用嘴啃 原来啊 这蒙古人管酸奶叫乌克苏 到瓦剌这只能叫扯阁 后两条呢 咱们不好理解 可是据说呀 在蒙古族里呀 这非常具有侮辱性 这实力不行呢 咱们就得苟着点 无所谓 既然呢 打输了 既然打不过人家呢 咱们认了 卧薪尝胆的 咱们积具实力 没准哪天啊 这拳头还能打回去 可是呢 这国运一下来呀 哎 这人心就乱 这卧师贴门死了以后啊 这俩儿子为了争权力 又干起来了 俩儿子是谁呀 一个叫克舍呀 一个叫阿里古都 哎 这俩儿子呀 他不怕热闹 都把自己封为了太师 两个人呢 为争夺地盘啊 为了争夺权力呀 就一直都这么互掐 这哥哥克舍呀 瘦数不行 没过多久啊 尿兴了 自己的儿子阿沙继位 继续跟叔叔阿里古都干 后来彻底闹掰 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部众 这个阿沙这边呢 就是准嘎尔部 阿里古多这边啊 就是杜尔伯特部 从这呢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瓦剌四部啊 其中的准嘎尔部和杜尔伯特部 都出自一个家族 那就是绰罗斯家族 哎 就是这个家族 在明朝的时候出现了 著名的托欢野仙 到清朝时候 出了更著名的 嘎尔丹 以及策网阿拉布台 那咱们都知道 这瓦剌都分四部 那咱们接着说 另外的几部 刚才咱们说的准嘎尔部 以及杜尔伯特部 您别看咱们先交代 那这两部呢 出现形成的都比较晚 那咱们呀 再说一个比较老的部族 那就是这个土耳护特部 这土耳护特部啊 和灰特部都很老 那么说这灰特部 又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不是最初的瓦剌四部 但是也很重要 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说土耳护特部 那有人说 这土耳护特部 听着耳声啊 哎 不然 您听过那个著名的 东归英雄传的故事吗 那说的不就是 土耳护特人吗 据说呀 最早在成吉斯汗时代呀 这个土耳护特部 就跟灰特部 以及赤罗斯部 一起相邻游牧 逐渐呢 就抱团取暖 形成了最初的一个整体 就是瓦剌 从今天咱们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出发呀 看土耳护特部 实际上都是一些小故事 但是如果从整个蒙古史来看 很多大故事都出现在土耳护特部身上 咱们就先说说呀 最初土耳护特部的这位首领 这位首领叫什么呀 叫王汉 关于这位投人呢 名字有很多的意音 有的称之为王汉 有称之为汪汉 汪汉和王汉的 那这个汪汉是谁 这汪汉是成吉思汗的干爹 这铁木真落寞之时 就是这位干爹汪汉 拉了他一把 他才能最终成就了霸业 这铁木真呢 才变成了成吉思汗 有人就说呀 这个土耳护特部 就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克列部 这克列部的老大王汉呢 除了是成吉思汗的干爹以外呀 身上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哎 有很多这个西方的传教士 纷纷跑到这个草原上啊 来寻找王汉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王汉呢 哎 他是个基督徒 却原来这王汉呢 他信奉警教 所以这罗马教皇呢 就派出了很多的使者 去寻找王汉 既然的东方有这么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大汉 那么对我们啊 这个宗教本身的传播呀 肯定是有帮助的 其实啊 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可波罗 也是来寻找王汉的 尽管呢 那会儿的王汉实际上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随着这成吉思汗呢 日益的壮大 于是在利益上 跟这个干爹王汉呢 就产生了矛盾 三刀两砍呢 这王汉不灵 没砍过铁木真 后来呢 这个克列布呢 也就归了成吉思汗了 也有人说啊 这克列布啊 他不是蒙古人 他最初啊 是突厥人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现在看呢 这个哈斯克和蒙古 都有这个克列布 在这两个民族当中啊 克列布都是大部落 那至于这个问题嘛 这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和历史学者 让他们撕血 跟咱们呀 这个说书关系就不大了 那么为什么土耳呼特部 后来会出走福尔加河 在乾隆年间上演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东归英雄传呢 咱们呀 之后再说 先把它撂这 咱们再说说呀 这个河说特部 故事既然剪到这儿啊 这会儿东西蒙古已经没有了 逐渐的这东西蒙古啊 已经分裂成为这个墨西蒙古 墨北蒙古 以及墨南蒙古了 这个墨北和墨南呢 我们知道 控制这些地区的人呢 都是人家黄金家族 成吉思汗的后人 只有这墨西蒙古 最初的瓦剌 后来的准央二汗国 他们不是黄金家族 可是都不是吗 嗯 有一群呢 认为自己就是黄金家族 哪一只呢 就是这个 和硕特部 据说呀 是成吉思汗的二帝 哈萨尔的后裔 也现在爹脱换呢 杀了一个东蒙古的大汗 你还记得吗 叫阿代汗 这阿代汗呢 一个儿子据说就是这 和硕特部的始祖 那么说 他爹既然是这个 托欢杀的 和瓦剌部啊 那应该是世仇 那怎么还跑到仇人一方去了 其实啊 就是在东蒙古那边啊 权力斗争 这次子啊 斗争不过哥哥 所以闹掰了 才跑了 那本着呀 这个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还管他杀不杀爹呢 真是 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是根正苗红的黄金家族 可是有相当的一部分 学者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们家呀 他不姓博尔知晋 他们姓乌鸡叶兔 咱们就拿呀 这个汉族人举个例子 您比如说呀 我呀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生活了 生活的不错 并且没人认识我 我想改换门庭 我想找一个贵族的姓来姓姓 那改姓什么呢 改姓鸡 不是鸡犬史那个鸡啊 是五王鸡发的那个鸡 这是中国呀 最古老的姓之一 怎么着 也得往那个高贵的姓氏身上贴呀 所以说呢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从这个博尔知金呢 改到这个乌鸡叶特的可能性 非常小 那除非他们原来就是姓乌鸡叶特 这些黄金家族的身世 都是自个儿编的 还有一个部种啊 叫辉特部 这个部族啊 挺没有存在感的 在瓦剌时期呢 比较弱巧 实际上啊 他比不上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四大部 可是啊 到了准盖尔韩国的中后级 他牛了 为什么呀 因为啊 这图尔护特部 出走福尔加河 到了这个乾隆年 再提准盖尔四部的时候 可就没有图尔护特部了 那就是啊 这个准盖尔 和朔特 杜尔伯特 还有辉特部 那咱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的 这个魏拉特 准盖尔韩国 瓦剌 您也知道了 这图尔护特部 为什么要出走啊 原因很简单 就是内讧 名义上呢 是去继续收复啊 当年成吉思汗 所占领的领土 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混不下去了 让这准盖尔部啊 欺负的太紧了 所以才跑了 还是那句话 这个如果您要是喜欢 听咱们这个系列呀 您给我留言 咱们这个东归英雄传是必说的 那您要不喜欢呢 离咱们这个主题啊 稍微有点远 咱们也就不讲了 得嘞 今天啊 咱们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魏拉特的四部 那咱们明天啊 就继续聊聊 这么一支啊 偏居于大漠以西的蒙古分支 连这个贵族都不是 并不能啊 并不能啊 对这个蒙古有主导权 他怎么就出了一位大汗 成为了这个藏族的持教法王 大博师呢 贵族都不是 并不能再简单的 不再简单的 也不再简单的 把这并不练进来 小 flu 混音 札